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西副总统莫朗 习近平请莫朗转答对博索纳罗总统的诚挚问候 赞赏博索纳罗领导的巴西新政府致力于发展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大国 拥有共同发展的愿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两支重要力量 建交45年来两国关系硕果累累 当前中巴关系正处在既往开来的关键节点 双方要继续坚定将对方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和伙伴 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 把中巴关系打造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 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和繁荣 做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巴西繁荣发展 中巴合作互补性强 中方欢迎八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愿同八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 实现共同发展 相信中巴合作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莫朗首先转达博索纳罗总统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并转交博索纳罗至习近平的亲属函 莫朗强调 博索纳罗总统领导的巴西新政府 继续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钦佩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 高度评价中国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的重要贡献 视中国为相互信任 稳定可靠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深化合作和友谊 与中国携手并进 八方愿促进本国投资伙伴计划 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拓展贸易 科技 创新等领域合作 欢迎中方扩大对巴投资 八方感谢中方支持巴西今年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愿同中方加强在金砖国家 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杨洁篪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24号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巴西副总统莫朗 汪洋表示 中方始终将中巴关系 置于中国外交的优先位置 高度赞赏把新政府重视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以及对加强两国合作的积极务实态度 近年来 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 中巴已成为利益交融的共同体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欢迎巴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愿通过各种合作机制加强交流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既往开来的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水平 莫朗表示 把新政府高度重视深化同中国关系 愿在互相信任 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同巴发展规划对接 大力推进双边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 航空制造业等各领域合作 夏宝龙参加会见 录住 guest 目黄显